没有结束,许青眼睛赤红,带着疯狂的杀念,瞬间追上。 与此同时,天空更是轰鸣,起面色阴沉, 目中杀意滔天,与许青一样,他也要宣泄心底的自责。 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自责极为强烈, 他认为是自己没有算准全部事情,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他认为是自己的能力还不够,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惨剧。 他认为是自己的战力还不行,于是在出现这种情况后,自己无法去逆转。 他不想这样,他不愿这样,他更是不能让类似的一幕, 在发生在自己熟悉指之人的身上。 所以他的出手,约含了内心的杀意,约含了心底的发泄, 更是没去展开什么道法,因那不够让他念头通达。 他要用自己的拳头,将眼前的一切震杀。 此刻出手间,天地轰鸣,风云扭曲,空间都在碎裂, 每一拳都有一座密藏爆发,似要镇压万古。 这一切,就让那身体庞大的岩石巨人, 骇然至极,身体无法控制地连连倒退,口中传出凄厉之吼, 目中透出惊恐,似对于七爷的战力,很失畏惧。 而他的身体,也在七爷的不断轰击下,持续碎裂, 左臂崩溃,双腿崩溃,身躯崩溃,散落无数巨石, 落向大地,传出轰隆隆的声响。 至于那两个竹罩核心成员,也是神色变化, 目中露出强烈的惊骇,各自溢出鲜血。 他们的面具已经崩溃,身体更是重疮, 若非大半之力都被岩石巨人阻挡, 此刻他们必定败亡。 名藏大圆满,二人视声惊呼,头皮发麻, 此刻眼看岩石巨人持续崩溃,他们飞速倒退。 而在更高处的天空上, 血链子正站在那里,冷冷地注视这一切。 有他镇压,此站偏不了。 而他也在等,等竹罩来人救援, 又或者等竹罩展现出更强之力, 那个时候才是他出手之时。 天空在站,大地也在站。 许清墓中杀鸡强烈,猛地追出, 而圣云子那边鲜血狂喷,身体踉腔倒退间, 察觉自己的一百二十一法俏崩溃, 金丹镜上线的第八作虚幻天空消散。 他惨笑起来,目中越发疯狂, 生起强烈的怨毒,死死地盯着许清。 他恨许清,恨之入骨。 也极度许清,极度到了极致。 曾经的他,原本是联盟这一代第一天交, 极无数荣耀与期待于一身, 对外,他光芒万丈, 对内,他振压了一代。 可命运对他却格外的不公, 他明明天资绝伦, 明明俊美至极, 明明应该是向光而生, 明明应该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可偏偏出生就是丑陋让人作呕的连体。 但他没有放弃, 他忍受着无数的轻视, 忍受着诸多厌恶的目光, 自己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修行, 不断地挣扎, 最终吞噬了自己的弟弟, 使自身变得完整。 凭着自身的努力, 他超越了一切同辈, 走到了自己的山峰之巅。 这期间的所有苦, 所有折磨, 唯有亲身经历的他, 在午夜深处, 自行品尝。 可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祖父的目光, 在那期待里多了一些贪婪, 但他无法拒绝, 也不能拒绝祖父将那利弊参半的命灯, 融入他的体内。 此后一切的事情, 更让他觉得命运无情, 他走到了最璀璨的程度, 他做到了联盟里前五古人的惊艳绝伦。 他本以为, 自己做到了如此, 自己的命运应该会更好, 可他从祖父的目光里, 却看到了更多的贪婪。 圣云子不傻, 可他只能沉默, 直至命灯被许青夺走, 重伤的他看似惨烈, 可心底却是松了口气, 只是他做梦也无法想到, 为了活下去, 他又被盟主看中, 寄生了金屋。 这一切让他内心的疯狂, 已到极限, 产生了扭曲。 他无法反抗祖父, 但他可以恨许青, 他无法反抗盟主, 但他可以怨许青。 凭什么, 你许青就可以内心有光, 凭什么, 你不和我一起悲惨, 不和我一起去死。 这个念头, 化作了怨毒, 在圣云子心底持续地爆发, 而归根结底, 之所以他对许青怨毒至极, 是因那钻心的嫉妒。 他嫉妒许青这样的人, 内心居然有光。 他嫉妒许青可以拥有两盏 真正属于自己的命灯。 他嫉妒许青可以不用承受自己那样的折磨, 就可以获得属于他的一切。 他更是嫉妒许青, 有一个能当着天下去袒护的师尊, 有一个不会贪婪他的老祖。 而最让他嫉妒的, 是经历了那一夜雨雪的事情后, 今日在看到的许青, 竟内心好似又有了生机, 竟还可以展现这种执着, 给他的感觉似乎还有光。 所以他更为嫉妒, 更为怨毒。 他觉得自己开了121法窍, 又如何? 金丹上线提升到了八座虚幻天宫又怎样? 自己在主人的帮助下获得了金屋的使用权, 又能改变什么? 唯有成神, 才可镇压一切。 圣云子目中疯狂致意生疼, 这句话不是他说出的, 而是在心底嘶吼的。 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也是他甘愿加入竹罩的原因, 随着一次七血童的到来太过迅猛与突然, 导致很多计划都还没有来得及展开, 可圣云子的信念依旧没有坍塌。 哪怕自己的121法窍崩溃, 因此形成的上限也就是第八座虚幻天宫消散, 但他依旧觉得自己已经走在了辉煌的路上。 所以下一瞬, 当许青速度如奔雷一样到来, 再次轰出一拳时, 圣云子笑了, 目中疯狂中神色浮现猙獰, 口中传出低乌之声, 一样一拳轰去。 可他们之间巨大的战力之差, 使得这一刻的圣云子, 根本就不可能是许青的对手。 下一瞬, 圣云子全身一阵, 其右臂自己崩溃爆开, 凄厉的惨污从其口中传出时, 他身体再次倒卷。 可他还在反击, 其左手飞速掐绝, 顿时一道道剑光再次出现。 第一剑从天而降, 悬天雪煞。 第二剑横扫而来, 当魂阵魔。 第三剑化作鬼影被剑, 北鬼问天。 但这一次, 许青直接无视, 他挥手间苍穹落下之剑寸寸崩溃, 横扫而来之剑断断碎裂, 八鬼不等拔剑, 就发出七粒之音, 身躯扭曲被许青身上的气息冲击抹去。 许青眼睛里杀鸡强烈, 速度不减, 直接就追上了倒退中的圣云子, 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机会, 无视来自圣云子的所有防护, 在靠近的瞬间, 鬼又夺到运转。 其右手直接化作虚幻, 一把伸入到了圣云子体内。 熟悉的一幕, 浮现圣云子心神, 他身体一阵剧烈挣扎, 可却于事无补, 在其眼睛睁大露出疯狂, 向着许青一头撞来的瞬间, 许青的右手已探入到了圣云子的石海内, 触摸到了其天宫。 天宫金丹修士, 晋升的一刻开出的虚幻天宫, 这将决定上线所在, 而真正形成战力, 需要将虚幻天宫化作石质。 如此刻的圣云子, 他的上线曾是八座天宫, 可化虚为实的只有一座天宫。 被许青探入后, 一把抓住了圣云子在这天宫内的金丹, 狠狠一拽。 这颗金丹, 约含了无数的怨气, 弥漫的同时, 更有不俗的波动从内散出, 被许青一拽之下, 在圣云子凄厉的惨毫间, 默然拽出。 能看见无数血丝在这金丹上缠绕, 与圣云子颤抖剧烈的身体连接, 爱好之音在这一刻, 传遍四方的同时, 许青目中杀鸡强烈, 默然一捏。 轰的一声, 这金丹崩溃, 化作无数养分飞速融入许青体内的同时, 许青也狠狠地一头撞在了圣云子的额头上。 轰的一声, 圣云子全身狂震, 五官血肉模糊, 头颅凹陷下去, 可其目中的疯狂与灵力依旧不少。 许青的脸上也是鲜血, 那是圣云子的。 她的目中也有疯狂, 那是她自己的。 下一瞬, 许青背后金屋仰天嘶吼, 猛地降临, 向着圣云子那里狠狠一息。 圣云子惨笑一声, 背后一样金屋幻化, 不受控制地正在被许青的金屋撕咬而去, 双方在半空, 直接就纠缠在了一起。 相互吞噬, 相互纠缠, 相互轰鸣之间, 许青目中露出寒芒, 心中的沙翼在这一刻要宣泄, 要爆发, 她抓住圣云子的头发, 右手抬起在其胸口, 一拳一拳一拳, 每一拳落下, 圣云子的身体就会崩溃一部分, 碎裂一部分, 其魂一样如此, 正在飞速崩溃, 被一旁的金刚宗老祖贪婪的吸收。 直至三拳之后, 圣云子的半个身躯就要爆开, 最终在许青帝四拳的落下后, 随之一声传遍四方的巨响, 圣云子发出的凄厉之声, 戛然而止。 其身躯自脖子以下, 全部在这轰鸣间崩溃爆开, 四分五裂, 骨头与血肉化作无数份, 散开四周。 身躯如此, 魂魄更是这般。 唯有头颅, 被许青抓在手中, 此刻睁着的眼泪, 依旧残留着不甘雨疯狂。 可却没了源头, 正慢慢暗淡。 圣云子, 死亡。 地面都是鲜血, 四周都是碎肉, 圣云子的头与当初六爷的头一样, 都在滴血。 而半空被圣云子反向操控的金屋, 也在这一刻, 在本就失去了源头, 又被削弱的情况下, 渐渐不撑, 在许青金屋的嘶吼间, 一口将其吞了下去。 吞噬了圣云子控制的金屋后, 许青的金屋身躯狂震, 散出无尽的火焰, 以狂暴的方式,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爆发, 横扫八方的同时, 他的第十条尾巴形成, 接着是第十一条, 十二条, 直至最后的第十三条。 黄鸡功法经乌链万灵, 在这一刻, 终于突破, 成为了二阶。 界中cis pastors 帮助 我们 按他们 许青金屋